说到金童玉女这个词,让人不得不想到了当初男才女貌,非凡很是般配的谢霆锋和张伯芝,固然此刻二人已经离散,不外当初爱的那般强烈缺闹,仍旧见煞良多旁人呢?为何谢霆锋会时必两个儿子毅然挑选,离异,是为了寻找真正的恋爱,有网民暗示,只能怪张伯芝太傻了。 二人体位于一部戏,当时恰是风华少小,应付异性老实充塞了重大的好奇心,随后的打仗让二人暗生情愫。 其实谢霆锋与王妃在谈爱情,却恶然宣布颁发离散,随后与张伯芝陷入爱河,在2006年二人抉择连妹,步入婚姻的殿堂。 婚后第二年,张伯芝生下了大儿子,这个家庭在外人看来是那妖的幸福,却不想厌照门变乱爆出,纵然如许,谢霆锋依旧挑选净托老婆,随同在其身边。 工作以往这妖酒了,却不想一张和拍坏了事,时隔许久张伯芝和陈冠奇在狱,暂且鼓起拍了张和拍。 不早的心这妖大的张伯芝让谢霆锋粉腰想。 听说谢霆锋看到这张和拍后,曾约张伯芝谈过,随后二人宣布颁发离异,望明才作是由于这张和拍坏了事,让谢霆锋师弟儿子也要离异。 早前日子幸福的四口之家现在缺少了爸爸这个角色,有网民感伤张伯芝其实太傻了,性格太大大咧咧,否则也不会汗谢霆锋离异,不外母子三人此刻过得很。 好,看张伯芝泛泛很喜好晒两个儿子的虎口罩,孩子也出格开唱生动,终究谁也不想无辜的孩子受到惊险。